弟兄姐妹平安 每日亮光让你生命发光 保罗是上帝特别呼召 要向非犹太人传扬耶稣救恩的关键人物 若没有保罗 今天的基督教可能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若没有犹太人对保罗的逼迫 基督教可能传不到罗马 教会的历史就是被迫害的历史 奇妙的是上帝借着迫害的事件 让福音传得更远 借着使徒的血泪 拓宽了福音的境界 使徒行传23章12到35节提到 保罗完成三次宣教旅行 回到耶路撒冷 那些敌视他的犹太人 看到保罗在圣殿里 就聪动众人说 他践踏圣殿与律法 罗马千夫长害怕发生暴动 就把他带进均匀中 保罗总是抓住机会传福音 他用希伯来话 向犹太群众说 我曾迫害耶稣的门徒 但是耶稣光照我 呼召我为他做见证 后来保罗在犹太公会前发表声明 又引起不同的犹太教派 为了使人是否能互活大大争吵 当天晚上主耶稣对保罗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局势变得更加险恶了 许多激烈的犹太人 发誓要暗杀保罗 不让他接受公开且公平的审判 前夫长知道保罗有罗马公民身份 他必须护卫保罗 免受犹太人的谋杀 他把保罗送到盖撒利亚 管辖犹太地的罗马巡抚非利士大人面前 保罗即将被解诵到 意大利罗马皇帝面前 福音将会有新的扩张 这将成就保罗 要在君王面前见证耶稣的命定 我记得当我们开放家庭 邀请木道友来参加小组聚会时 曾有一对未信主的夫妻 威胁即将受洗的木道友说 你要小心哦 教会长老一定有得到什么好处 不然不会开放家庭 无私的接待未信者 魔鬼就是控告者 专门来破坏耶稣的福音 幸好这位木道友受洗后进入教会 与我们密切接触 才挪去他的疑虑 他终于相信 很多基督徒都是甘心乐意摆上自己 无私无常被主所用 弟兄姐妹 我们若要忠心跟随耶稣 为耶稣做见证 难免不被毁谤与逼迫 有人不想让耶稣做生命的主 认为那是软弱没有自我 有人不愿意脱离 自己也不知道在拜什么的信仰 更有人会嫉妒经历耶稣大能的门徒 而那些吸引人类活在罪中的邪恶势力 更要攻击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因为耶稣要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捆绑 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要放心 祂会走在前面 越受逼迫路越宽 越受逼迫越坚强 越受逼迫福音要越兴旺 耶稣必要照顾勇敢接受祂的人 也必要保护传扬祂的工人 愿上帝保守看顾你 感谢观看